你看今天你用个手机 最多再加个APP就能够成为摄影大师 但回到胶卷年代 你得有本这个才能够做大师 Koda Master Photo Guide 科达大师摄影指南 啥时候印刷的 1959年 当时的定价1.75美元 不便宜 当然你也买不了吃亏 我翻了一下这里面的料 确实又多又干 咱们随便剪几页来看看 先来这一页 日光下的曝光计算表 你看这个转盘上半部分 就用红色和黄色两个部分 表示了三种 你可能会用得到的彩色胶卷的类型 分别是Koda Chrome 你看我这连暗盒都是有的 Koda Color和Ecta Chrome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所用的 到底是这三款胶卷里面的哪一款 把这个箭头转到相应的光线条件下 就可以了 咱就假装我用的就是这卷Koda Chrome 如果是顶着个大太阳 影子非常明显的话 箭头就指到这里 如果是比较朦胧的日光 形成的影子也比较模糊的话 就把箭头指向这里 阴天看不到太阳 也看不见影子的话 就指到这儿 最后再就是晴朗日光下 对着位于阴影当中的物体来曝光了 箭头指向这里 然后你就能够在转盘的下方 看到相应的快门速度和光圈大小组合了 它们叫做曝光组合 比如今天外面有着比较朦胧的日光 咱如果用的是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的快门的话 光圈就得设置为F4 咱如果还想把跑起来的狗狗不拍糊的话 就得用更快的快门 比如说五百分之一 那光圈就得要开到F2了 你看这边呢 则是较慢快门式的曝光组合 哎 要是你用的是黑白胶卷呢 也是可以用到它的啦 翻过来 看背面就好了 TRAIL X 哇 相当经典的胶卷 颗粒感人啊 看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这个小册子 光是拿出来翻一翻都能够赏心悦目 这是用闪光灯时的计算表 这应该是澎湃用灯时的计算表 闪光曝光表 使用滤镜时的指南 黄色能够压暗天空 拍雪景和海面时非常适合 红色呢 则能够让天空变得更暗 制造出宛如月光下的场景 绿色嘛 则能够让位于天空背景前面的肤色 更加的自然 哎 有没有学到啊 最后面呢 当然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啊 我就不再一一分享了 反正你也找不到这几种胶卷 可以拍了